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秋季养生的前三名 不但能够润肺清肠 而且越吃越健康,让你整个秋季不可笑 1.栗子 栗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 不但能够健脾养胃 而且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让我们的消化更好 2.莲子 大家都知道,莲子本身有非常好的滋补作用 而且吃莲子还能够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不但能够促进身体免疫力的增长 而且还能够养胃、清肺 3.荞麦茶 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喝一杯荞麦茶 不但能够解油腻 而且还有润肺养胃的作用 因为荞麦本身是属于粗粮 其中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多余的垃圾 还能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大家在秋季的时候就可以多吃这三种食物啦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莫子 肾是先天之本 肾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肾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很多疾病 所以男人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肾 那么肾好不好,我们从手上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手指变形 如果你发现自己手指的第一节比整个手指粗 而且还发圆 就说明你的肾功能受损了 第二,手掌气色不好 正常我们的手掌是红白相间的 但是如果你的不是 而且还有轻筋或者是凹凸不平 没有弹性 这就是肾气不足的表现了 第三,手指上涨水泡 如果有手指长小水泡 而且还有搔痒的感觉 挤的时候还会出水 那可能就是肾不好的表现 说明你体内有毒素没有排出去 第四,手指甲出现异常 如果出现指甲前宽后窄 而且那还向上翘起 就可能是肾脏发炎了 还有就是指甲出现发黄的情况 那正常人的指甲是淡淡的红色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肾不好引起的 第五,小拇指颜色不正常 因为小拇指对应的是肾器官 所以如果小拇指出现颜色不正常 还有白斑 就可能是肾出现了问题 没有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有很多人都很注重养生 那养生的方法也有很多 那泡脚就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 但是如果泡脚时犯了下面四个错误 那可就白泡了,还不如不泡呢 第一,泡脚时间长 有的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 对身体就越好 或者有时候边泡脚边看电视 就忘记了泡脚的时间 那如果泡脚时间过长 很容易出现心慌的症状 所以每次泡脚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 第二,泡脚温度太高 很多人认为泡脚温度高 这样才能更容易的刺激到脚部 对身体就有好处 其实啊,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很容易对脚造成伤害 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泡脚最适合的温度 应该是30度左右 第三,随便用药膏泡脚 有的人泡脚就喜欢随便用一些药膏 中草药 其实呢,这对身体是极为不好的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啊,用的中草药也就不一样 那如果乱用,很容易适得其反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进行泡脚 第四,饭前饭后不到一小时泡脚 如果这样泡脚会对肠胃产生刺激 造成消化不良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错误最好不要犯 那上面这四种错误 只要不犯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 要不然还不如不泡呢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现在减肥是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了 但是啊,有的人却越减越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方法用错了,还是走进了误区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1.减肥期间不能吃肉 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因为如果不吃肉的话 会导致体内分解脂肪的酶减少 脂肪也就不能被分解了 所以这是越减越胖的原因 2.多吃减肥食品 其实减肥食品吃多了也会导致发胖 虽然减肥食品热量低 但是如果吃多了 总摄入热量也会增多 从而导致身体发胖 3.晚上吃东西容易胖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很多减肥的人都会选择晚上不吃饭 其实晚上吃东西 跟发胖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选择一些低热量的食物吃 要不然就会造成晚上饿 睡不着觉的情况 4.只吃水果蔬菜就能减肥 很多人认为水果蔬菜没有热量 而且含有富含纤维 对减肥有帮助 其实很多蔬菜中 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那水果中的热量和糖分也非常高 所以如果多吃的话 也会导致越吃越胖 只有大家了解了这些减肥误区 才能够有效地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